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小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在今晚來告訴大家 有關於柯文哲的案件 有幾個重大的發展 第一個重大的發展呢 就是在本來認為 會有五人小組 一起來進行延壓的部分 現在變成分開處理 既然我們看到了 包括了印小薇跟沈慶金 在今天檢方申請延壓 大家要問的問題是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會起訴還是延壓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覺得80%的可能性 應該是延壓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80%的機率延壓 是因為他們本來跟沈慶金 印小薇的案子是一起的 那為什麼20%是什麼 20%不是他放出來 20%是說可能他會起訴 但是不會放人 起訴之後你還有非常多的案子 要解決 那大家為什麼認為 他極有可能被延壓 那就是因為橘子不在嘛 沒有回來 但又有人問了 那你為什麼不跟印小薇 還有沈慶金一起延壓呢 為什麼要延後呢 這個就非常值得推敲了 第二點我們要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包括了橘子被轉為被告 轉為被告之後 我今天請教了律師 他說你不用這樣子就去通緝他 他直接只要日本政府願意 他就可以被遣返回到台灣 再不成的話 90天他要離境日本的時候 就會被鎖定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之外 第三個我們要告訴您 今天相關的事件當中 大家看到的是柯文哲相關的案件 但是現在柯文哲已經出現了加變 這個加變我講的是民眾黨 也是本身柯家的部分 本來婆媳之間本來就互相很難 有一致的看法 某些部分到底要怎麼做 是一個引起討論 但現在大家認為說 柯家婆媳應該心事一致的 都是為了柯文哲 希望他能夠有一個悲情的訴求 希望最好能夠什麼都沒事 就因為在這個壓力之下 把他放出來 可是台灣的民眾並不是那麼簡單 腦子神經大條 被你哭一哭就說可以放出來 所以今天看到的這個加變 就是蔡碧如跟柯文哲的妹妹之間翻臉 而小草已經是整個炸鍋 小草各有不同的說法 現在炒到不行 所以我說這也是民眾黨的一個加變 好那我在今天內容當中 也要告訴大家 黃崇仁被說呢 他到底有沒有所謂的 介紹一個案子給木可公司 他在今天有個活動 那他在今天也第一次做了表態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炎壓應小微跟沈慶金 今天最新的發展 還有橘子被告 他即將被遣返嗎 啥 沈慶金跟應小微炎壓了 那柯文哲呢最慢是10月31號 10月31號就是說你積壓前滿的 那個前五天你必須要提出炎壓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我們來看到這幾位都是重中自重 我說是北索五月天啊 北索五月天啊 這個應小微10月29號就滿兩個月 沈慶金10月30號 柯文哲11月5號 朱雅虎11月29號 李文中11月29號 但是呢接下來會有什麼一個演變 還要告訴大家現在也在日本的 我自己都嚇了一跳 原來柯富瑤人在日本 我以為他應該不是回到台灣了嗎 他回到台灣之後 他現在呢10月1號左右又到日本去 他說我書還沒有念完 那我們今天呢當然要告訴大家 今天蹦出了所謂的十大的這個重要的金主出來 比較受到矚目的就是有一位關鍵的女企業家 她到底是誰呢 為什麼她捐了錢 結果名字故意要登記的是她先生的名字 而不是這個女企業家的名字 這當然是充滿了玄機 那我們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今天還約談了一共四個證人 你看這四個證人 就今天最新的 包括了微精集團的法務經理陳俊源 包括了國土署的官員許家偉 還有台北市都法局承辦員李家綺 以及金華誠的監察人張志成 張志成跟這個陳俊源 他們兩個有個共同點是什麼 他們就在當時所謂的七個人一共捐了兩百一十萬政治獻金給民眾黨的部分 有兩個人沒有認罪 那兩個人就這兩個人 他們今天又被約過來 所以大家說今天被約過來這四個人 然後又橘子被告 這是什麼一個邏輯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了橘子扮演的角色 還有等一下告訴大家橘子不只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我們今天為大家挑戰的是 柯文哲橘子跟民眾黨 那柯文哲呢剛剛已經說了10月31號 也就是他10月5號到提之前的五天 檢方就必須要提出炎壓 那他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很難很難放出來 因為現在又爆出有300多筆的政治獻金可能跟他有所關聯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講 今天很多政論節目都在討論說 橘子很奇怪 你知道橘子他後來回到台灣的時間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間 他怎麼會在8月27號 人家在抓這個硬小魏的時候 他就回到台灣 然後8月29號就走 你說有人這樣子嗎 你再怎麼有錢也不會這樣浪費機票 那他當然主要就是有原因嘛 我跟大家講 關鍵是8月29號8月29號非常的關鍵 8月29號發生什麼事情 8月29號發生了 橘子他當時就是呢 被這個柯文哲告知說 你趕快離開 他就買了機票 買了機票 8月29號 當時柯文哲不是去剪了頭髮嗎 然後跟大家開記者會 然後說請假三個月 當時大家就說 你怎麼知道你要被約談 真的是第二天8月30號 他們家就被搜索 8月29號還發生什麼事情 還發生了陳佩琪沒有回家睡覺 我都覺得很奇怪 8月29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關係太奇怪了 另一方面呢 那很多人就問說 那橘子 為什麼在5月份的時候要去日本呢 我跟大家講 因為柯文哲第一次是5月份叫他去日本 然後第二次呢 就是8月27號他回來以後 叫他8月29號走 那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他5月份要去日本 因為5月2號的時候 鍾小平告了這個柯文哲 結果呢 整個北檢來分他治案調查 然後5月10號的時候 買4300萬的商辦 5月16號的時候 柯文哲的兒子成立了治療公司 那我們又問說 那橘子你幹嘛8月27號回來呢 對不對 8月27號是什麼日子 8月27號那個時候應小威 一定是接到消息 你記不記得應小威 他8月27號跑去桃園 桃園沒有辦法出關 結果他又殺到台中 他就要做小三通的方式 什麼瓦利不打就是要出境 所以8月27號就表示 他們已經知道了 檢方要有動作了 大家就趕快逃 大家在逃的時候 橘子為什麼回來 橘子回來是要把東西帶出境啊 那帶什麼東西出境 我跟大家講 跑不掉的USB 跑不掉的是文件 跑不掉的你說錢 我跟你講就算400萬 400萬真的是小錢了 USB帶出去裡面好幾億都有可能 不用討論這個400萬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在這裡呢 據說 鏡週刊講的如果是屬實的話 鏡週刊的說法是 現在柯文哲 他的USB跟手機都已經被還原了 而且被解密了 而且被刪除的東西都復原了 所以他們認為橘子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話說到這裡我就說了嘛 我們台灣跟日本沒有引渡條約 但是橘子不要太高興 沒有引渡條約不表示 是不可以把你抓回來 因為日本可以說 你是在中華民國是犯罪的人士 我不歡迎你 我可以遣返你 所以重點是日本要不要這樣做 日本願不願意這樣做 你可以看到在過去的例子 這個是曾經在日本待了10年 他是毒品通緝犯 陳立勳逃到日本11年 結果呢 在去年4月14號被遣返歸案 但是他在日本也有犯案了 也有犯罪 所以現在就要看 日本對橘子的態度是什麼 那另外我們當然也看到了 我們說呢要看他的家變 這裡面已經變成怎麼樣 變成柯家一家人對上非柯家 我說真的 今天蔡壁如他對於柯文哲來講 也算是另一個家人耶 他在台大的時間 他相處的時間 絕對比柯文哲的妹妹 跟柯文哲的太太 跟柯文哲的媽媽相處得久 朝夕相處 所以他心中一直是要幫助柯文哲 至少他的說法我也認同了 那蔡壁如現在旁邊的人都氣他了 包括了誰 包括了柯美蘭 柯美蘭其他 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我們說呢 這個黃國昌 黃國昌比較立場一致啊 黃珊珊 黃珊珊還有就是陳志涵 他們都是屬於柯美蘭那邊的 所以未來可能就有這麼一個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就是呢 這個黃崇仁的部分 黃崇仁在剛剛表態 有關於這一次到底有沒有 給柯文哲政治獻金的時候 他表態了 他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給獻金 我沒有給獻金 然後他說了有一些很多埋怨的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今天呢就跟大家講這個部分 還要告訴大家今天不分藍綠的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我們首先看到的 毛俊生啊 他的性侵案再報太誇張了 上次說20個女孩子 現在又39個幼童 現在又偷拍了300個人 你到底是怎樣 你以為你是柯文哲啊 你的案子一直爆 你到底要怎麼樣 再來看到呢民眾黨啊 提了卓院長的譴責案 今天可能很多人沒有注意到這個 我覺得這太誇張 就是因為卓院長說 希望大家能夠通過總預算案 民眾黨就提了這麼一個 卓院長的譴責案 我們要告訴大家內幕是 其實國民黨跟民眾黨 現在有所謂的弱台四部曲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弱台四部曲是什麼 還有呢就是在今天 林彥鳳質詢呢 就說哎奇怪了 你現在所謂的柯文哲 跟相關的商業都有往來 可是為什麼你10年來 只登錄了一筆什麼 只有一筆 今年1月份的茶葉禮盒 怎麼可能 這茶葉禮盒才900塊 怎麼可能 我也覺得怎麼可能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的 百優姐停產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說 睡不著要吃百優姐 我跟大家講百優姐有替代 但替代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另外我們要看一下 蔡英文總統穿了一件衣服 據說紅到國外又紅回來 那件衣服大家說 哎那不是我們海軍穿的衣服嗎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呢就是柯文哲十大金主曝光了 那台日能夠遣返橘子嗎 還有今天呢就是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她在今天呢就是等於爆罵那個蔡壁如 結果她反而被罵 哎她為什麼反而被罵 好我們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今天先來講到的相關的部分 今天的內容要看 邱佩玲今天傳出來在基隆市也是請假 因為變成封頭之上嘛 那李文宗據說有出境的紀錄 林彥鳳今天就跟橘子喊話說你不要為了柯文哲 這樣的一個人滿口謊言沒有人意道德人毀了自己的人生 而且他加碼爆料說李文宗過去也有出境紀錄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就是說你橘子出境 你李文宗有出境請問出境到哪裡 然後大家都在鎖定日本 因為柯文哲的兒子也在日本 所以日本呢可能是當中的焦點之一 那另外呢就是橘子的這個部分 民眾黨的新竹縣黨部執行長林冠年 在政論節目爆料說 他不回來是不是有生命威脅 他在日本有沒有被限制行動自由 這又是另外一個說法了 那一方面我們再看到呢 就是柯文哲的兒子柯富瑤 他現在是滯留在日本 根據了解是什麼呢 因為他是長孫嘛 現在因為阿公現在照理來講 阿公大家都說 因為民眾黨都說 我們台灣人是重視家庭觀念 重視這個所謂 就是說因為爸爸嘛 生病 柯文哲爸爸生病 柯文哲去看很合理嘛 我覺得這也完全合理 不過如果是這樣說 你說長孫 是不是說應該在台灣 不過他就說我要出租啊 我出來沒有讀完啊 他就趕快回去了 所以呢他其實現在人是在日本的 那當然呢 這整個事件引起大家討論的 我們要看的這個事情 柯文哲的案子發展 除了檢方的動作之外 非常重要的關鍵是 所謂民眾黨當中的內報 就是很多看不順眼的人開始爆料 那個表格寫出來專業到爆 另外一個就是柯文 就是家裡面自己的自爆 這個自爆以後會引發的是什麼 如果他們很不爽 會不會 會不會 就像當前阿扁講說 我告訴你 我有捐錢給你 我給你 今天就有一個啊 賴香菱就被爆出來了 賴香菱爆出來之外還有誰 黃國昌有沒有拿 黃珊珊有沒有拿 他們今天怎麼都不講話 要是我會說人家捐錢給你那麼多 十大金主都出來 錢在哪裡 錢在哪裡 都不問嘛 很奇怪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今天內容還包括了 許乃玲65歲 看不出來 還有呢 24噸大戰 許智傑24噸 還有呢 柯文哲金流 扯到賴香菱 以及鼎泰豐兩岸戰 我跟你講鼎泰豐那不是中國公司 但是台灣人開的中國公司 這個呢有點複雜 但我可以跟大家解釋 一點都不複雜 以後鼎泰豐在中國有鬧雙包啦 華北14個店是不是就是另外一家店開的 還有就是你到底這個民眾黨裡面的竊案 黃國昌是不是說謊 警察就說我已經告訴你民眾黨了 你怎麼說我先跟媒體講呢 還有萬老師的回力鏢 以及廢死的民調也在今天出來了 那我今天先跟大家講哈 我今天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不要忘記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看這個所謂的柯文哲案件 不要忘記哈 現在藍白啊 他在立法院就是卡住總預算案 卡住總預算案 他們呢 其實不敢刪國防預算 你知道嗎 今天像馬文君這些人 如果他今天 許曉星這些人 他們今天如果刪國防預算 會不會被罵 對不對 會說你們為什麼這樣子 你們刪預算啊 居心否測啊 你們就是田中啊對不對 所以他有一個方法 我不刪你國防預算 我直接把你總預算給卡住不就好了嗎 所以他現在是卡總預算 當你沒有總預算的時候 你就沒有國防預算啊 你要照多少海昆 我把你卡死了啊 你不要說七艘 我只有一艘 我接下來都不讓你蓋 我就卡住你總預算 這個陰謀很可怕 也就是說你卡了總預算 就是卡了國防預算 這就是一個弱台啊 我們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啊 國民黨跟民眾黨可以這樣胡搞瞎搞嗎 真的是很奇怪 那我真的覺得習近平現在應該很爽吧 習近平說哇你們好乖乖啊 真的是啊你們藍白真的有夠乖啊 真聰明啊 就這樣子把這個預算給卡了的咧 對不對多厲害啊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除了這個之外他還有所謂的四部曲 好那我另外也評論一個事情 再進到我們的主軸啦 我評論這事情就是說 我覺得邱佩玲這個部分啊 邱佩玲我認為他是在幫忙募款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這個上山下海 扯到他的父親啊 扯到家族 我真的覺得他是夠倒楣啦 因為如果他今天幫忙募款 如果他有一塊錢進到他口袋裡 他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他根本也不是被告 他只是證人 所以大家講的一副那個樣子 我只能覺得說 柯文哲把他當一個重要的工具人 那很多人是想說希望有第三勢力 所以呢柯文哲跟他說我沒錢啦 所以幫他捐 捐到後來藍白破局 據說邱佩玲他們那邊也不高興 他們期待的是藍白盒嘛 好那你現在藍白破局以後 現在問題在哪裡 大家看到說這些錢 可能進到你們客家帳戶對不對 大家更是不爽 你跟他講你沒錢 你沒錢 現在錢都流去什麼木殼 什麼阿薩布魯的地方 大家怎麼能夠接受 好我們在今天的內容 跟大家來報導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到 鹽鴨應小威跟審慶金 還有橘子列兩個被告 除了政治獻金法被告 還有哪一個被告 另一方面還要告訴大家的 就在這裡呢 柯文哲夜會邱佩玲 你知道為什麼到他家去嗎 因為裡面有第三者 第三者就是重要的財經界人士 約在這個邱佩玲他家啦 USB爆出了十大金主 到底是哪十大金主 還有呢我們來看到的 柯美蘭叫蔡壁如 Shut up 閉嘴 以及牛山島 在今天有中共的實彈軍演 我們要看一下 還要告訴大家的 真的是啦不容易啊 年紀看起來 大家也不要認為 現在65歲就年紀很大 他們都看起來很不錯 24噸我們到來募集一下 今天有個最新的民調 48.6%庭賴清德 還有在明天 就普丁跟習近平可能會會面 因為這是在喀山舉行的金磚會議 所以兩個可能會不會有場邊的會議 受到矚目 好我們來看到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在今天新聞重點 我們要來跟大家講的 就是有關於柯文哲案件的部分 其實案情的發展最重要應該是 一個是橘子被列為被告 他終於列為被告 他最後列為被告 那檢邦拿到了什麼資料 把他列為被告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 沈靜靜跟印曉薇兩個人演 好我們首先來看到的 今天檢方嚴壓兩個人 印曉薇跟沈靜靜 另一方面橘子列兩個被告 以及毛俊生這個案子 又增加39個小孩 驚爆10月22號 驚爆10月22號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 在今天嚴壓印曉薇 沈靜靜先三風暴 第一個橘子列兩個被告 出境玄機 我也不用再賣關子 我跟大家講拿兩個被告 一個是政治獻金案 一個是洗錢案 為什麼是洗錢案 稍等我給你講 再來看到第二個 就是柯文哲十大金主 那個女企業家是誰 我也很好奇 好第三個是中共這麼一個做法 當然有人就說 你那個例行的啦 有人就說 我就跟你講那個利劍逼嗎 沒有效 所以再來做一個 好我們要平常心來看 我先看一下這裡 這個是台北地方法院地檢署 地檢署所公布的一個新聞稿 在今天公布的 今天呢 在兩點的時候 突然之間宣布 說因為 羈押期要滿了 所以北檢針對應曉薇 應曉薇是10月29號 滿兩個月 還有審慶金 審慶金是10月30號 滿兩個月 所以他們今天呢 就向法院申請延長羈押 那至於另外 應曉薇的助理吳順明 就北檢 就帶他向法院申請 聚保停止羈押 我覺得很奇怪 他竟然主動的 不是像當時審慶金說 我要停壓 是審慶金提出來 可是這是北檢幫他提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吳順明 該講的都講了 不該講的也講了 你可以回去 你請回吧 就這樣子 好我來跟大家講 柯文哲 大家關心 柯文哲是到11月5號滿兩個月 他最遲在 本來說11月1號 但是後來精算說 他會提前應該是10月31號 就會呢 之前延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審慶金跟應曉薇的延壓 柯文哲應該也會延壓 第三個 檢方要放吳順明 因為他已經全共了 那我們跟大家講開庭的時間 審慶金是在明天的下午3點30分 應曉薇是10月24號上午10點50分 吳順明是10月25號下午的2點30分 好那我們現在進到另外一個案子橘子 橘子呢 他會不會回到台灣 我跟你講 你不回來 你就會背回來 你到時候年紀輕輕一個還沒有結婚的一個女孩子 你的人生還這麼長 你到時候就是被人家遣返回來 我跟你講真的 為什麼日本人為什麼要幫你 日本人為什麼要幫你 你這個形象不好 而且這是重要關鍵的時刻 大家很想知道柯文哲到底是不是被冤枉 橘子出來 USB拿出來就可以知道真相 所以日本人的態度 我認為他絕對是依法行政 當然我們台日關係是很密切了 就看呢 日本人要不要 很快的就趕快讓他被遣返 你可以看到今天北檢證實 檢察官已經把徐子瑜列為被告 很奇怪哦 之前我們問都說沒有 今天就說 啊對 有列為被告了 那列為被告多嚴重 列為被告的話 你就是可以遣返的 按由是 違反政治現金法等 你要看他的說法 違反政治現金法等 等哦 那不止 不止 絕對不是一個 可能是兩個或更多 不排除通緝 那我們就評論說 違反政治現金法等 就是政治現金法 另外一個 我認為是洗錢法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政治現金法第十條第一項 你這個相關的政黨或個人 你必須要開立專戶 才能夠拿政治現金 這個專戶限期啊 有限期之外 你不能收錢 你收錢就是違反 你沒有申報也是違法 所以呢我們看到就是包括了柯文哲 包括了他的承辦人 也就是徐止於橘子都違法 那我就跟大家講硬碰硬嘛 就是呢我們剛剛講到了這個邱佩玲 幫你拿的這個謝國良長輩的錢 今天知道是謝國良的媽媽 謝國良的媽媽給了兩百萬現金 你沒有申報你這就是違反 Bingo就是政治現金法 你不但柯文哲有事 經辦經手的橘子也有事 然後再來洗錢罪 只要是明知是不法所得的隱匿 都是洗錢罪 那我們再來跟大家講 這個橘子的出境 入境太奇怪 因為他只要列為被告 你就可以從日本政府遣返回台灣 台日雖然沒有引渡條約 但是可以合作 這是有潛力的 然後呢橘子的出境 就靖周刊說今年3月橘子先接到了柯文哲指令 要把400萬元現金保管好 然後柯文哲就下一道命令 叫Orange精華出境 我很遲疑啦 怎麼寫得跟這個007一樣 有這麼嚴重嗎 好那一定有人轉述嘛 Orange精華出境 怪了吧 就真的這個是按照靖周刊的說法 對不起我笑了 我真的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夢想他是什麼 是什麼 他說他是雍正嘛 他夢想他是希特勒嘛 就什麼叫 我以為華爾其利亞 暗殺 對吧很奇怪嘛 就Orange精華出境 然後橘子在今年5月間跟李文中交接款項之後 就出境說到日本讀書 然後呢5月2號的時候 這個是北檢分案查精華成案 所以他為什麼5月要出去 因為你知道嗎當時啊這個政治獻金7000萬 應該是3月份監察院就在就在安排 然後大概4月份就進到他們帳 所以他們5月份不是瘋狂買房嗎 瘋狂亞洲富豪版之柯文哲版瘋狂買房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有5月2號北檢分案查 橘子出境 橘子出境有沒有帶錢是一回事 但即使他帶錢 柯太太 陳佩琪還是可以到處去開1.7億的房子 2.4億的房子 他可以買4700萬的這麼一個商辦 所以大家說你錢到底是多少啊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第二個 橘子突然在今年8月27號回國 這就我剛剛講到怪 他回國以後呢 這個是應小薇 他想盡辦法衝破頭要出去出不去 然後呢8月29號凌晨的時候 應小薇被申請羈押 柯文哲馬上就下令叫他出去 結果他8月29號呢 橘子就說火速上網訂購機票 8月29號下午就飛抵日本 當天就是怎麼樣 當天的晚上就我們看到應小薇 這個字被吃掉了 我記得當天晚上應小薇 11點的時候就被聲壓獲准 那我要講這個事情是說 其實這裡面如果靖舟刊講到 什麼上網訂機票 講到這麼真實 某種程度我相信 因為我們正常人不會去想像這個嘛 我會想像到你上網訂機票 就表示蠻具體的 也許應該有上網的買機票 這個內容 好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檢方搜索橘子住處 沒有查扣USB隨身碟私帳的資料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柯文哲的十大金主曝光了 這裡面包括了誰 我很快跟大家走一遍 媒體大亨王令玲 前新北市議員李婉玉的父親林志郎 會計師范油尾各500萬元 然後博弈教父陳英柱300萬元 另外呢就是謝國良的媽媽林曼莉 也長得很不錯 我怎麼會歪掉了講這個 林曼莉捐的還有一個女氣壓捐的 還有林曼群就是我們看到 文華東方酒店 他們兩他們三個都各捐200萬 直接拿一包現金的是林曼群 然後呢東森電視總裁張高翔150萬 沈慶金最有錢的放後面1500萬 然後立基店的黃從仁 他因為支持賴清德 他說我不捐錢給你啦 後來啊你都會跟我拜託 不然這樣好了 我介紹一個200萬元的電商標案 給木可公關來承包 所以今天呢黃從仁才說 我沒有給他現金 我絕對沒有給他現金 好我們看完這些以後 大家就說真的原來錢高來高去 這些如果你說都是靖州刊做夢 我覺得機率不大 你叫我做夢我都做不出那麼多內容 所以這些應該是USB翻過來的 我等一下還有跟大家講 20萬40萬的也有 那是另外一攤 但我現在跟大家說 今天講到關心 這是牛山島 這是台北 這是新竹 他呢這個今天中共的實彈演習 在牛山島 距離台北165公里 距離我們的新竹南寮渝港 119公里 這個是昨天福建平潭海事局發布的 今天9點到下午1點 進行實彈射擊 但是呢國防部就說 這是解放軍年度演習的一部分了 然後今天剛好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 是否擔憂中國軍事封鎖台灣 41%擔憂 55.8%不擔憂 是否樂見美國對台軍事援助 67%樂見 19.4%不樂見 好今天我們看到也有荒腔走板的 就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羅志強幹嘛去拍吳思瑤啊 這個就說他偷拍吳思瑤 拍了一副那麼高興 笑成這個樣子 吳思瑤就說你是吃男 吃漢 噁男什麼的 還PO出影片 然後呢這個翁曉玲還說 哎呦這個羅志強他的粉絲很多耶 結果呢在這裡面 羅志強說我是假裝要拍 我沒有按下錄影啊 吳思瑤助理也有拍他 不人家助理拍你是一回事 是嗎有嗎 你去拍人家 吳思瑤幹嘛 我真的覺得這事情超奇怪的吧 有點噁啦 他如果是湯姆漢克斯 不是湯姆克斯 他如果是 如果他是 湯姆克斯的話 我會覺得歡迎歡迎請盡量拍 如果是羅志強會覺得請不要 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的報導 我們先從今天 炎壓的開始 先見看影子鞋 有沒有要認罪 還是已經掉了 這個人是誰 很遠的親戚的 很遠的親戚 他叫你阿伯耶 牙縮我啦 他作為人家痴女 我相信 目前情緒上 應該是比較傷心難過 沒能力審法案 有心情搞偷拍 我是不會敘述她 她是政治痴女 22號上午北檢 向台北地院申請炎壓 印小微和審慶金 炎壓停的時間出爐 首先是審慶金 在23號下午3點半 印小微和吳順明 則分別在她後面兩天開庭 跟華城主席 而目前還有許多共犯 和證人任職威金集團 有滅證和創證之餘 另外印小微也跟威金集團 涉案相關的人員關係緊密 北檢申請延長羈押 希望能繼續挖出金流脈絡 至於印小微的助理 吳順明是威金子公司顧問 還是北市府三方重要樞紐 不過北檢認為 他已有充分的陳述和答辯 雖然存在羈押的室油 但無羈押的必要 因此向法院申請聚保停壓 而9月初遭到羈押禁件的 柯文哲是金華城案 7名載押被告當中 最後一個進入看守所的 預計在11月初羈押期滿 而如今檢方已經對 第一批載押被告申請延壓 要持續釐清 圖利收賄等犯刑 但金華城案金流複雜 柯文哲羈押期滿 要想出來恐怕沒有這麼容易 介紹林明晶 陳仁祥台北報導 而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見到幾個關鍵的人士 這個關鍵的人士 我說最為重要的就是橘子 因為橘子徐止瑜 今天最新的狀況 檢方非常罕見的證實 已經是可以說把它轉為被告 而轉為被告我剛剛講了 除了所謂的違反政治現金法 還有一個就是洗錢法 洗錢法在國外來講的話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話題 因為全世界都有個專門的法 就是要for什麼 所謂的反洗錢 如果你這裡涉及到別的法 他還覺得說那個是什麼硬體 你只要講到洗錢法 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 所以這個橘子現在可能會有蠻大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他現在不主動回到台灣的時候 到時候他可能是要上手銬 然後被這樣子遣返回到台灣 為什麼這樣講 我在這裡有這麼一個例子 這個是過去來講成功的案例 2023年我剛剛說陳信的毒品通緝犯 他就是被遣返而且你看他戴手銬 然後再來看到2017年蘇信的詐欺通緝犯 從日本成田遣返回台灣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當然了 檢方可以讓他再強化一點 就是說我不但把你列為被告 我把你當通緝犯 我注銷你的護照 那你就更難看了 那這個呢就是什麼呢 如果說徐子瑜他可以一直凹在日本 可以凹多久 凹90天 因為我們知道呢 你如果拿一般的簽證進去的話是90天 8月29號入境日本 90天之後11月27號必須要離境 所以你可以凹到11月27號 你最後還是要離開 你離開以後我跟你講橘子你就臭了 你就臭了 你真的是橘子就臭了就爛了 因為你以後的reputation都不用了 你家族的你真的要想 而且在這裡大家說 他在離開台灣之前 他在5月份離開之前 他有跟李文中做一些交接 李文中已經抓起來了 李文中也曾經有過出境的紀錄 所以在這裡就變成說 到底整個演變是如何 我剛剛看到呢橘子最特別的一點 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為什麼在8月27號 已經大家都收到消息 檢方有動作 因為有人懷疑檢方有人外洩 所以呢 應曉威 他先到桃園出場不行 又到台中出場 但是橘子卻在8月27號急著回到台灣 然後8月29號凌晨 趕快呢又開始買機票 8月29號當天就回到日本 這個所謂的台日之間的兩日游 非常的罕見 我們就來看一下橘子的部分 戴口罩快步走出地檢署 面對記者提問一語不發 他是國土署都市計畫組 檢任政工程司許家瑋 搖搖手拒絕媒體提問 他是北市都發局承辦人張家綺 兩人皆以證人身份被檢方約談 穿大紅色T恤 一個擴步走進地檢 維京集團法務經理陳俊源二度以被告身份約談 同時還有他 被告身份的金華誠監察人張志成 才以兩百五十萬元交保 二十二號又出現在北檢 都是為了要加快釐清金華誠案 黑框眼鏡默默跟隨 他是柯文哲的貼身帳房橘子許子瑜 也是柯文哲金流案的關鍵拼圖 在今年三月時柯文哲下令幕僚處理政治獻金 和徹查黨內泄密以及金華誠案件 而在同時許子瑜受令出國躲藏 三月許子瑜接到柯文哲的橘子金華出境指令 五月和柯文哲的帳房李文宗交接款項後就遠赴日本 三個多月後回臺以為事情已經平息 但沒想到就在他回臺的隔天 橘子赴日和金華誠調查搜索時間 出現關鍵巧合 北檢懷疑他帶著政務 前往日本常理 在這個九十天的期限限滿錢 離開日本然後再次入境日本的話 是可以再次享有免簽 短期停留日本九十天的 多次傳喚橘子回國 但他遲遲都沒動身 檢方將他以違反政治獻金法列為被告 不過橘子後續恐會利用日本免簽手法來強逆 未來北檢將與日本互助 將他趕緊逮捕歸案 借綜合報導 而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在這個時候很多人都按耐不住 按耐不住就看到爆咖來的有兩個重點 一個我說是柯文哲的家人 因為柯美蘭公開的在大家看到的這個LINE群組當中啊 直接叫蔡壁如閉嘴 當然因為蔡壁如說柯文哲他有拿這個病例啊 有人拿病例給柯文哲看 那民眾黨跟這個柯家當然很緊張 因為來講這個所謂的禁月嘛 禁止月見禁止什麼讀月的資料 怎麼可以看病例嘛 這是第一個 但是說實在台灣人也沒有那麼計較啦 你看一下爸爸病例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討論 但是這當然是違法的 那民眾黨也否認的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說 你說的時間不對嘛 你說是什麼深夜看 結果是晚上七點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個事件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是呢到底啊 跟柯文哲比較接近的是柯美蘭還是蔡壁如 我問這個問題 因為呢當然自己的妹妹是一回事 可是你看柯文哲妹妹跟黃國昌跟蔡壁如 都在10月19號新竹孔廟現場有參加新竹場 怎麼搞得當時都一切是一起為了柯文哲 後來翻臉呢 這個分的是什麼 分的是政治資源呢 你欸柯文哲的妹妹 陳美蘭何美 柯美蘭他想要選啊 他想要選新竹嘛 然後呢蔡壁如也想選嘛 所以他們都覺得說 誰能夠得到靠屌啊拿到更多的支持 他就是能夠拿到更多的小草 所以他兩個人當然是分外眼紅嘛 另外一個我們要講到的就是說 這個事件當中還包括了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說 對民眾黨的這個事情 你可以看到在現在柯美蘭 因為這樣一講出來之後呢 包括了我們說呢 他的柯家人就被矚目了 柯文哲的獨子啊 現在呢據說人他現在呢 柯富搖人呢到日本去了 為什麼到日本去 他本來是在九月份的時候有回來 然後到後來九月十號前後 短暫回到台灣 然後再待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但是十月一號又到日本 預計一待就要待至少到 二零二五年明年的一月 然後再來看陳佩奇 陳佩奇啊 據說上次發文說很想你 這次本來陳佩奇要在臉書 針對柯文哲探病柯霸抒發心情 沒想到呢卻被蔡壁如攔弧 被蔡壁如發文以後 他就氣到不想發文 那柯美蘭呢 當然是槓上了蔡壁如 可是這個事情在群組當中 這個曝光以後 從昨天到今天 很多小草吵得不行 那有人灌入蔡壁如的臉書 有人灌入柯美蘭的臉書 灌入柯美蘭的臉書就狂嗆說 你不要打悲情牌了 你才閉嘴吧 我支持柯文哲 但我超級討厭你這種自以為是 令我厭惡的人 你在那邊分裂民眾黨 結果自己消費你爸 還罵人 我覺得小草也很尖銳 好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報導 我們先從柯富瑤 為什麼突然之間回到日本去開始 隨著柯霸柯成發病情惡化 全出本來陳佩奇要在臉書發文 針對柯文哲探病柯霸 出發心情 但卻在聽到蔡壁如受訪發言後 氣到不想發文 博成佩奇不發文 兒子柯富瑤卻在這時候 PO出美國旅行時吃的高級餐廳 就是這張三色鬥 馬上讓網友質疑 為什麼柯富瑤身為長孫 卻不回來探視生重病的爺爺呢 現在柯文哲的兒子柯富瑤 跟橘子兩個人都滋留在日本 柯爸爸重病 卻都沒有歸國這件事情 確實讓人家覺得有意義 是不是他們現在手邊的資料 真的有太多柯文哲不法利益握在手上 所以無法回國 仔細來看時間序 橘子徐止瑜 在今年五月出境日本後 八月二十七號突然回國 兩天後八月二十九號 又在火速訂機票順利飛抵日本 而原本在日本留學的柯富瑤 則是在九月十號前後短暫回臺灣 並在十月一號又飛往日本 預計一待就要待到至少二零二五年一月 如今橘子跟柯富瑤架小都在日本 外界猜測橘子要是真的拿了四百萬現金 會不會在日本轉交給柯家人呢 而另一方面柯家人今天已經炸鍋 我覺得他可能情緒上面 我想比較激動 我想我們不要去回應這個部分 說柯文哲妹妹柯美蘭可能心情不好 台中市府顧問蔡壁如連忙消毒 因為前兩天受訪談論柯文哲 探視柯霸的過程徹底惹火柯美蘭 柯美蘭在民眾黨代表群組中 回覆黨代表肖嫌疑轉發的蔡壁如 受訪影片要求幫忙轉告對方 請她閉嘴不要談論我的家人 更怒向蔡壁如沒資格洩漏父親的病情 希望她不要做一個令自己感到厭惡的人 而實際致電柯美蘭電話轉接語音信箱 倒是黨發言人出面帶打 蔡壁如曾經她的說法沒問題 總之呢今天呢不管是誰要閉嘴 現在傷腦筋 在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這個十大金主 可以說曝光之後引起了矚目 我剛講的這十大金主 那大家會關心說在這十大金主當中 至少相關的不管大金主小金主 有七個案子 就是邱佩玲幫忙去所謂的募款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靖周刊講出來說 他們拍到柯文哲有兩度進到邱佩玲的家裡面 根據了解可能是密會一些協界的人士 2019年8月民眾黨創黨的前一個禮拜 在7月29號跟30號連續兩個晚上 直擊柯文哲的坐車在半夜開到 邱佩玲在台北市大安路的住處 由柯文哲獨自上樓 隨後呢在樓下等候 大概柯文哲都待一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看到的是這麼一個部分 那我們再來看呢還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您可以看到 我剛說呢黃崇仁 黃崇仁啊剛還在這裡講 黃崇仁他說我沒有給政治獻金 他就是也不捐錢 因為他是支持賴清德總統的 他就介紹兩百萬的電商標案 給木可公關來承包 那今天黃崇仁下午有個活動 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啊我不便說明了 反正就是沒有那種金額 但是他說啊周刊講的是事實啦 周刊講的是事實 哦給靖周刊肯定哦 他說但是呢不是兩百萬那樣啦 哎他什麼意思 他就說我沒有任何跟台北市政府 有任何關係 完全是柯P打電話問我 說可以不可以幫忙 但是我們沒有給人家 我沒有給他沒有兩百萬那麼多 各位可以看今天報紙寫出來的這個 這個上面我是空的啊 別人都有錢啊 我沒有錢啊對不對 那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他居然把我名字放在上面 然後這裡面記者問 董事長上一次跟柯文哲聯絡什麼時候 他說他打電話給我啊 沒有啊我就認識他 我們都是醫學界的人嘛 沒有想到這麼複雜嘛 你說你要選舉 你來請我幫忙 我不給你現金 我講過了嘛 我沒有給現金的行為 從頭到尾都沒有給現金的行為 感覺上講到火氣都要上來了 所以你去講我今天就不回答任何這種 不相關的問題 禮奇店創辦人黃崇仁 曾被柯文哲要求金元 不過他當時挺賴清德 轉手讓牧可標下旗下電商的兩百萬標案 而調查局的確約談過相關人員 更在十月八號一口氣約談多名鎮商大佬 除了東森集團總裁王靈寧 整個事件呢 黃崇仁感覺起來真的是很無奈 他說我有沒有給你錢 你還把我寫上去 好另一方面呢 我們再來看到其他的錢的部分 就扯到了賴香林 因為呢在這裡 柯文哲說賴香林選舉 拜託你幫忙不用多 沒有壓力 禁周刊的說法呢 邱佩玲就打電話 沒有去接手 都是由賴香林的陣營 跟他們來接觸 是誰呢 包括了蘇一仲 蘇一仲是誰 蘇一仲這臉很熟 他是代理大金空調的 什麼 日本一班代金是這個嗎 就是有照片嘛 給我看一下照片 然後呢 他就是蘇一仲40萬 然後何泰汽車的董事長 黃關南20萬 還有副一十夜的董作 柱文定是30萬 這個呢 就是蘇董事長蘇一仲 好啦 順便給你順便廣告一下 要不然你覺得很虧啦 好 我們看完這個 再來看 今天賴總統呢 就特別到林口長庚 紀念醫院 永續新成果的現場 肯定長庚醫院呢 在節能方面所做的努力 而且鼓勵各行各業都這樣做 賴總統說呢 其實醫療體系的進步 反映出民眾的健康福祉 這項講啊 所以呢 不只是長庚醫院體系的榮耀 也是臺灣之光 我們來看 看到呢在這裡呢就是說呢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夠好好的做好節能的部分 好其實啊我們說健康臺灣非常重要 你看得出我幾歲嗎 我跟你講我80歲 沒有我掰的啦 但是我相信我80歲也差不多長這樣 我超有自信的你知道為什麼 這跟金錢沒有關係 我每次都說你就是要動嘛 活動活動就是要動 你看好但是說真的啦 這個所謂的啊 這個24噸我是做不到 我上次跳個16噸 我的膝蓋都覺得很緊張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許智傑跳24噸 還有呢就是鼎泰峰的這個事件 那我先講到年齡 你說你知道哪個徐乃玲 看起來像65歲嗎 人家撿到他的禁勞卡 以為是60歲 沒有禁勞卡65歲才有 這個是網紅阿花阿爽在捷運站撿到的 另一方面再看到就是胡瓜 胡瓜6月4號滿65歲 他領到了禁勞卡有了交通運輸優惠 他的YouTube頻道也邀請黃西田 來用禁勞卡搭捷運 他們兩個看起來也蠻年輕的 那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再來看到的 就是呢我們看許智傑 許智傑跳24噸 我這有個雙分 許智傑幾歲 我若沒有記錯的話 許智傑應該是58歲 58歲很厲害 然後呢58歲的許智傑 點名可能被罷免的立委 這個名單當中 包含業員芝馬 那就兩個人就不爽 那許智傑今天就跳24噸 宣戰說請業員芝 16噸就好了 就業員芝說 我幹嘛遇到你就這樣子啊 你還是專心選高雄市長好了 那另外我們再看到 講一下這個鼎泰豐的部分 其實鼎泰豐這個部分 就台灣有台灣的鼎泰豐 然後呢 有一個北京巨人公司 他100%持有了子公司 北京恒泰豐 那北京恒泰豐 他的股東也都是台灣人 但他們成立這個恒泰豐以後 他拿到了台灣鼎泰豐的授權 在華北地區開了14家的鼎泰豐 那原本的恒泰豐的董事長 韓嘉誠 他就說我8月我就要收了 然後呢 收了以後呢 反正我鼎泰豐也 也給我授權到齊了 我就不做了 但是其他人就說 我還是要做 那你這是台灣鼎泰豐 在上海蘇州 無錫南京 一共有18家門市 這個是台灣人開的 那由台灣人組成的 另外一個北京公司 恒泰豐呢 他們就是今天 北京巨人公司 開一個董事會 我把你這個韓董事長換掉了 我就是要繼續開下去 本來的這個三方股東 有鼎泰豐的董事長楊繼華 有這個大臣的副總裁韓嘉誠 還有一個股市名人孫鐵漢 那韓嘉誠跟孫鐵漢不合 然後楊繼華 把股份賣給了孫鐵漢 孫鐵漢要繼續開 韓嘉誠不要開 總之呢 我跟你講這個事情啊 他就是呢 整個8月到期 8月到期以後 鼎泰豐也不給他授權了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他另外換一個名字啊 叫鼎泰阿花 Whatever 他還是可以賣他的包子啊 那就變成雙包了 我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到呢 萬老師被人家說這個 應該是歲計勝於 他以為是騰 他因為寫錯了變成騰於 但是呢 國民黨也被發現 濫於充術也寫錯了 所以大家都丁正來丁正去 好我們看以下報導 18-19-20-21-22-23-24 我本來看到葉元智的法際線 以為他比我年長 校尾跟你叫囂 你會理他嗎 解任了這個 恆太公的董事長 韓嘉誠先生 執務了他 急日起生效 我們再一分鐘 就回來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毛俊生 性侵案再爆 結果呢 越爆越多 另一方面現在呢 藍白之間是要封殺了 總預算之後 有四部曲弱化台灣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告訴大家 先講一個百優解 百優解這個藥 因為他不是退出台灣而已 他是不只退出台灣 他就全世界都不做了 2024年年底 全球都停止生產 那李萊就說他不這樣做 我也很好奇 他為什麼不做 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藥 總之呢 今天衛福部就有講說 百優解20毫克的三銅藥品 還有五張藥品許可證 所以他可以有替代 大家不要擔心 但是原廠是用定嘛 現在是用膠囊 那就有怕有些人要吃的話 不習慣 不過我覺得這個 因為那個藥啊 全世界都不賣了 所以可能現在有新的一個發展 那另外我們再跟大家講呢 台北市的這個幼兒園 爆出原長之子毛俊生 涉嫌性侵超過20名女童 他光是第一個案子 六個女童就已經被判了多少 28年 224最28年 他現在又蹦出有30名幼童 被他強制性交 現在又爆出他偷拍超過300人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是夠了 原警經營部查出 2021年10月到2023年7月 范嫌涉嫌在幼兒園內 對39名孩童性侵猥褻的過程 還拍下影像 甚至還透過手機 登入幼兒園監視器軟體 擅自下載幼兒園 在教室內更衣的影像 離譜的是不光在幼兒園 范嫌從2023年開始 在街道 餐廳 商場 公園等公共場合 隨機偷拍306名未成年影像 我看到這個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告訴大家 提醒大家注意藍白在做什麼 我真的覺得你們要有政治資源 但是不能夠弱化台灣 因為今天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 民眾黨居然提出了卓院長譴責案 他就是說卓榮泰就任以來 各種政策如何如何 你就有個卓院長譴責案 那今天當然還沒有表決 他們可能在禮拜五的時候會表決 可是林楚音就說了 你不敢倒閣只想癱瘓國家 惡霸一樣吃霸王餐 那你藍白不敢倒閣 因為倒閣你就解散立月 他有所謂四部曲弱化 第一個 擴權之後要搶錢 所以修財化法 第二個 為了沒收民權 要修選霸法提高門檻 第三個 要摧毀憲政 修憲法訴訟法 第五個 要擋總預算 所以要阻礙政府的運作 我就說嘛 沒有了總預算 怎麼會有國防預算呢 我們進廣告來看看 明天大動作的約談部分 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年代晚報 十月二十二號的新聞焦點 就是我們知道呢 在今天包括了沈慶晶 還有印曉薇被延壓 另外橘子 他就變成了這個被告 那我們今天看最新的狀況呢 就在明天 沈慶晶的延壓庭 將在下午的三點半進行 我們交給記者蔡宜潔 首波遭到羈押的 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晶 還有臺北市議員印曉薇 以及印曉薇的助理吳順明 他們三人的羈押期 即將屆滿 因此呢 今天台北地檢署 也針對這個沈慶晶 還有印曉薇 好 我們來看到呢 今天呢 已經進行這麼一個說明 明天就會開演壓庭 明天見 現場 美國有一個 KJS的這麼一個廣播說 如果川普當選會對台積電如何 應該不會吧